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逆進A退,港股回調 未講到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全日恆子跌了482點 收報25727點 成交都挨近2000億,幾活躍的有1945億 當然,沒有早幾天那麼厲害 因為現在疫情正在逐步賣進 在香港有比較多疫情的問題 A股有些退潮,當然不是大幅度 因為週末之前,估計有些減遲 今天逆進A退之下,港股就出現回調 我們逐樣逐樣看 先看看恆生指數今天的走勢 如果你看到這幾天,本周初衝上去 表面來看,大成交,2500億成交 但其實這幅圖,也有給大家看過 這個阻力位大概是26,800區 26,800區 這樣就升不穿 升不穿之後,下回 現在其實就是測試 重要的支持位就是25,300區 短期後市就在253至268區 這裏增持了 上得到268區之上 即是這裏,回調完,休息完再上 這裏當然是好事 下一級是28,800區 再上是29,200區 29,200區 exactly 28,800區就是2月高位 29,200區 29,100區 就是今年1月初的高位 A股升得很嚴重 但是港股為何都這麼嚴重? 因為我們有本地的原因 現在疫情也是其中一個本地自己的原因 疫情突然間出了很多追查不到源頭的個案 令到那些本地股偏遠 這是一個大家要注意的 不要掉以輕心 因為其實爆爆一下,我們一直守得很好 突然間又有些不明的個案 這些就是可大可小 如果一個處理不當,社區爆發的話 大家很害怕,好像當年沙士一樣 如果守得到好的 那一陣子14天,14天之後 希望沒事 這個就要看疫情 另外一方面就是A股的情況 A股今天就退潮 估計是跟週末之前,take profit有關 先看上證指數 上證指數今天跌近2% 跌得都幾多 跌到去是3383點收市 14天RSI雖然有些回頭 但是還在超賣區 不要掉以輕心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他超賣得這麼厲害 如果他不肯回的話 就會逼中證監出手做事 中證監其實這陣子都在測試場外配資 還有今天就向那些基金 就是有些勸喻他們 就是招募那些基金的時候 單隻基金的規模就不得超過300億元 希望想降溫 為什麼說還是超賣呢 今天上證指數 雖然回了一點點 你看到14天RSI好像回了很多 但實際它還是站在79.3% 79點多 就不算回了很多 還是超賣區 例如70%以上超賣 80%以上嚴重超賣 其實早前捱到接近90% 深圳創業版指數 今天其實仍然在升 仍然在升 仍然在升 仍然在升0.75% 曾經足及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就是2800點 就是2799 見過2799 你想想它仍然在升 就是RSI有沒有回到 當然沒有回到 今天14天RSI去到多少呢 91% 91% 嚴重超賣 很重要的了 拒不回套 其實這些是累積著風險的 希望其實應該健康調整 回一些 然後再上升 整固一下再上升 才是好事 不過內地股市 一向有一個情況 就是說 一放就亂 一亂就收 一收就死 每次都是這樣 很難其實冷卻的 特別是 科創板 創業板 這些 受到股民歡迎的 股份 板塊 資金繼續湧進去 其實沒有辦法 這些 怎樣呢 都是炒爆為止 炒到去爆為止 我們看看 如果大南炒為主的 滬芯300指數 今天都回一些 回1.8% 回1.8% 之後你見到 下面14天RSI 好像又是 回了一些 但是不要掉以輕心 它其實回到去多少 80.955 即81 在81這個水平 都還是嚴重超賣 不是說回了很多 其實應該在4,800這些水平 或者更低一點 在這裡出現一個正常的回吐 休息一下之後再上升 才是健康的 否則這些 一回兩天又再扯上去的話 當然街大歡喜 即是有一升 但是實際上就會令到 那個升浪很短 2015年建國 或者之前 再之前2007年那些 都是這樣 一扯上去 很高興 然後一爆起來 就無以為計 2007年扯上6,000多點 2015年扯上5,000多點 結果都是爆得很厲害 今次這樣扯發 很容易 扯高不是很難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其實內地都是放很多水出來 扯上去 但是你無以為計 所以今天港股受到疫情影響 A股回吐 有些自己就偏遠 其實我們想好 就是駛車邊的話 希望A股就穩步上升 就好些 剛才說到其實內地放了很多水出來 帶動到其實 所以其實它下半年都還是可以看好的 就是因為它放了很多水 放了多少水呢 今天人民銀行收市之後公佈的 就是六月份 港義貨幣M2 原額是213.49萬億元人民幣 同比增長11.1% 和上個月持平 11%的增幅M2 其實不錯 人民幣貸款增加了1.81萬億 就和預期的1.8萬億差不多 但是同比多增了1,474億 即是放多水出來 六月份社會融資規模 就去到3.43萬億 比上年同期多了8,099億 近8,100億元 即是多了很多 顯著高於市場預期的3萬億元 你看到新增貸款不是多很多 和預期的1.8萬億差不多 但是社會融資規模就多了很多 3.43萬億 較預期的3萬億多很多 即是意味著什麼呢 即是說 那些錢流了出來之後 不是在銀行的貸款正常放出來 是流了出來之後 就是社會的融資 社會再轉多一個圈 所以你為什麼說場外配資 或者拿些錢放出去高利泰 也好民間 或者扣過一種的配資 總之在那裡再轉多一個圈 就多了 多了之後 近來當然去了股市 所以為什麼內地的成交 和升幅這麼驚人 好了 講完內地 其實我來說不是說它沒得升 而是希望它有一個健康調整 事實上除了A股希望的健康調整之外 其實美股都是需要的 特別是在納子那裡 納子其實創了歷史新高 至今年3月以來 一直反彈上來 升破了萬點 昨晚都是創歷史新高 再升0.5% 但是其實你看到頂背持得多厲害 而且升幅越來越慢 其實它是創新高 不過不是大陽足上 而是上去 不是墓碑 就是這些十字架 這些這樣 吊頸 正確的陰陽足形容 這個叫吊頸 早兩天那個叫墓碑 這些升幅 其實在圖上來說 是不開胃的 但無論如何都好 它都叫做有得升 如果你看十四星RSI 就是頂背持 這些其實如果從形態上高 就要慎防的 要小心的 可況如果你看到大藍醜 就是杜紫這樣說 這個倒形頂這個下跌裂口 遲遲都未回補 已經整個月了 這個下跌裂口 一個月的了 都未回補 所以就是要小心 它可能會有一個 出現一次調整 事實上升了很多 幅度很大 三個月這樣 出現一些正常的回吐 都是合理的 就是打了底下 然後再上 這樣就更加健康 好了 美股是這樣 A股是這樣 都需要調整 所以為什麼港股這陣子 都立了 再加上我們本地因素 這個市況之下 就不是說沒有得買賣的 都有一些股份好的 那就轉回去一些保守一點點 市場會很聰明的 早兩天 很多股 就是胡亂炒的 今天其實跌得最多 回到恒指成分股裡面 就是角售 因為這個社傭減持一隻保險股 減持了保險股 今天角售也是受到影響 跌得比較多 一來有這個消息 二來就是A股都回吐 所以跌 相反 其實近來 不是這個板塊弱 而是近來沒有什麼 升得那麼急 就是這個什麼 就是這個物管股 今天就做得比較好 其實比較穩陣 資金人流入去了 好像這個新城這樣 升近8% 又再創歷史新高 永遠都升6.5% 還有一些小的 也都有一些近來招股的 免得盡力 這些比較好些 這兩隻 或者大些的 大家可以 碧桂園服務 早前又升一成 有一天 那些或者是這個保理物業 那些都是好些的 好 有些資金流回去這些 另外 都有一些股份 比較追落後的 譬如車股那些 都還是落後的 都還是這樣 看到吉里 都是藍炒成分股 裡面最大的那隻 因為相對 都落後 就是沒有炒過龍 相反 有些科網股 或者前期有些 真的亂炒那些 大家要小心點 隨時出現一個獲利回圖 它可能鎮圓倉再上 但是鎮的時候 可能的幅度 大家要注意 所以就是要看著來炒 總結而言 暫時判斷 A股是先調整一下 但是它應該都還未升完 因為就是還放水 我希望它調整完 就是穩穩陣陣再上 這個美股也是這樣的情況 譬如納子 三頂貝尺 希望它稍作調整之後 健康之後再上 恆子來說 只要看著兩個位置 第一 支持位253 不要跌穿 跌穿 又轉回弱勢 最好就是什麼 阻力位 就是被升穿 阻力位 就是大概268 這些水平 如果升穿268 即是破了 今個禮拜的高位 就可以在前升浪 上亡28,000 站到28,000 站穩之後 然後再上亡29,200 好了 今天時間關係 分析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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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